给你们平安 神的话语是我们生命的粮 让我们每天花点时间来思想主的道 我们来看路加福音第六章第三到第五节 耶稣对他们说 经上记着大卫和跟从他的人 饥饿之时所做的事 连这个你们也没有念过吗 他怎么进了神的殿 拿橙色饼吃 又给跟从的人吃 这饼除了祭司以外 别人都不可吃 又对他们说 人子是安息日的主 那么在四福音书有限的篇幅里面 那记载了很多 关于耶稣在安息日 医病的事情 那其实也因着耶稣在安息日 医病 就产生了许多 跟文士跟法利塞人的冲突 那例如在约翰福音第五章那边 那耶稣在壁士大池的旁边 医治了一个病了三十八年的贪子 那耶稣也是在安息日的时候叫她起来 那路加福音十三章讲到一个被鬼附了十八年 挺不起腰的妇女 那耶稣也是在安息日医治她 叫她的腰能够挺直 那路加福音十四章一到六节 耶稣也是在安息日和法利塞人吃饭的时候 就医治了一个患水谷的病人 那么这些行为对于文士和法利塞人来说 确实呢 要他们接受这件事情在当时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乃至于呢 他们会对耶稣产生了极大的愤怒 那耶稣在安息日医治病人 也占了一个很大的比重 而关于安息日 我们首先要了解关于安息日的诫命 它其实是有很高的权威性的 安息日的诫命源自于十诫的第四条 那相较于不可杀人 不可奸淫 不可偷盗等等诫命 我们会看到其实圣经里面用了最多的篇幅 在这个安息日的诫命上面 那甚至于这个诫命 它说明的非常的明确 联手安息日的原因都说明了 特别是在《出埃及记》三十一章的十二到十七节 也给予干犯这个安息日很严厉的处分 并且强调这个安息日的约是永远的 那就表达了安息日应该是被十分看重的一个日子 那它出现在十诫 也就表示这个是律法当中未接最高的一个条例 并且是永远不能改变的 所以重视安息日本身其实并没有问题 但是在那个时刻 以色列人为了守安息日呢 就定立了许多的条例 那我们会看到一个很有趣的现象 就是或许以色列人在当时其他的诫命 并不见得那么认真的遵守 但是安息日这件事情呢 导师守得非常的严谨 那但是呢既然在旧约 神如此看重安息日 为什么到耶稣来的时候呢 却做一些在安息日的条文律例里面 不能够做的事情呢 那这里面有一个关键 在马可福音二章二十七节说 安息日是为人设立的 人不是为安息日设立的 就表达安息日的设立 是为了让人能够放下缠累我们的重担 是要让自己能够好好的到神面前来 领受从神来的话语与能力 因此帮助人能够进到安息 它才是真正符合安息日律法精神的 所以耶稣医治病人啊种种的这些的行动 其实是帮助一个在不能安息的状态的人 他能够进入安息 但是法利塞人和文士 就把守安息日变成另外一种重担跟压力 而这样子的一种状态 就反而与设立安息日的用意 就是安息日的利益不符合 然而我们却不能够因此就不重视安息日 因为遵守安息日 其实对我们来说是非常要紧的 这是一种我们能够透过某一种强制的约定 那将我们从各样重担当中能够被救拔 能够被抽离 并且回到神面前的一种保护机制 使得我们回到神的面前能够调整 校正我们人生追求的目标跟方向 所以总体而言 重视安息日是需要的 我们愿意遵守 愿意让这个好像是某一种强制性的律法 让我们一定要去遵守 这对我们来说是有益处的 但如果我们把遵守这件事情 变成彼此控告的一个状态的话 那这又与安息日的精神是相违背的 所以对我们来说 我们尊重安息日 我们就能够帮助我们自己 能够不论在什么样子的产累当中 能够来到神的面前 能够把一切的忧虑重担都卸给神 在一些的事情上面 如果我们太过自由了 我们反而就会失去了真正的自由 在一些的事情上面 我们如果愿意遵守神所定的律例 遵守神所定的法则 那么反而我们能够透过遵行这些法则 它能够成为我们生命当中 特别是度过艰难的时候 很重要的一个支撑的力量 并且在这个过程当中 就能够使我们的生命 不断不断的被建造 所以我们要认识安息日的意义 然后要能够进入到这个里面 使我们能够得着安息日神所要给我们真正的祝福 那愿神帮助我们 其实我们当然最理想的是 每一天能够拨出时间来好好的亲近神 但是至少我们要愿意 在每一个礼拜 来把神所当得的荣耀归给他 每一个礼拜我们能够分别出一些时间 其实献祭或者说分别我们的时间归给神 它的一个基本的概念就是 这个时间就不属于我了 我是要把它归在神的面前 所以不论我觉得这个聚会好或不好 不论我觉得这个讲员的信息讲得好或不好 它都不应该是我决定要来 或是不要来的主要因素 因为这是我们与上帝之间的约定 恩怨神帮助我们 那让我们知道神是守约是慈爱的神 我们守这个约的这一面 我们也确信神他守这约的那一面 祝大家有美好一天 谢谢大家